师兄 我们来了 师兄 我给你介绍下 这是萧妍 学院的新生 和我一起寻找凤凰墓的 萧妍 这就是我的帮手 雷琳 就是你说的电灯炮 你妈那么直接吗 不过我希望 你就是熊云 四大天王之一的雷琳 什么四大天王 只不过是比你们早来几年而已 你妈哪只灯炮天年啊 我还担心 你们没看到我留下的标记 闯进赤灵蛇领地了呢 看到你们没事 我就放心了 标记 什么标记 赤灵蛇中出现了一条真武镜赤灵王蛇 我想斩杀它 被它逃了 难道你们不是绕过来的吗 我们没看到你留下的标记啊 那你们 我们就是从赤灵蛇领地来的 那条赤灵王蛇被消炎杀了 这怎么可能啊 我没看错的话 师弟你不是只有剧原镜二重的实力吗 教兴而异 师兄 你是在这山上修炼吗 是啊 这座山的重力是外界的几位 在这里修炼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早晚 我们去凤凰墓吧 我已经探查过了 这几天凤凰不在 正是最佳时机 三人穿过树林来到一个山谷 树木稀疏 奇怪的是 土地竟然呈现诡异的火红色 而且周围的空气热得出奇 仿佛周围有一座火山一般 这怪地方这么费有灯黄木 要是真有一笔烧套看了吧 这里就是凤凰谷 有一对成年的凤凰生活在这里 这里有灯黄木吗 我这么看不到一股鲜艳的树木 那不就是凤凰木 这是凤凰木 你们光泽网易叫凤凰木 我都去少女别骗我 怎么了吗 这不是木儿吗 什么叫木儿 好吧我习惯了 倒影你真牛皮 既然找到了我们赶紧走吧 等下凤凰回来就麻烦 你打一点利物乌鸦在 不好 那两只凤凰回来 分头跑 无敌精神 消炎还没有出来 好吧 别管它了 不然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可是 人们炎死在 guer唱 帅 Inhale 是 是 选的 神经神 疲惯 埋芽 S 他有耳师督听 便要新生在闭了 阿 Allen 体 按这里将修为提升到军阳镜三增霸 半个月后 硝烟无论怎么修炼 广乎达到了一个瓶颈 他的修为依旧停留在圆镜二重巅峰 这是什么声音 这真神能帮助头部 终于到军阳镜三增霸